万万没想到房地产刺激政策的终极大招竟然是加杠杆 就问你刺不刺激惊不惊喜 最新的政策出来了 在全国范围内降低手套房的首付比例 将首付比例从三成降到1.5成 那降首付意思不就是加杠杆吗 以前贷款最多贷七成 现在你可以贷八五成了 紧随这个政策的还有几个惊喜 一个是降低商业住房的房贷利率的下限 还有一个就是降低公积金贷款利率 这个真是排山倒海式的一招接着一招 有人问了 那这样到底该不该买房呢 说实话该不该买房得看你自己啊 你家有多少钱你能承受多大的杠杆 这不你自己最清楚吗 很多人他搞不好 就是因为他做任何决定 他不看自己的具体情况 他老是看别人 我邻居买了我也得买 什么我认识的人他不婚不遇 我也不婚不遇 你说你看别人干啥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你买不买得起 你能买多大房子 你不得量力而行啊 过去这么些年啊 很多人买房被套了 断供了割肉了 就是因为他根本没看自己情况 随大流 别人买了个一百平米 别人五年不上班 越贡都不成问题 因为人家家里有余粮 有的人呢买了房 越贡 半年之后他就见底了 他也在买 你看看这个国家的政策 还有经济周期 他都是变化的 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 你干什么事 也得给自己留下余地啊 是不是 总之 这排山倒海市的政策 他就说明了一点 这个房地产 他必须救起来 这是国家意志 咱们讨论国家意志的时候啊 很多人啊 他就不服 他非得跳出来杠 好像这国家政策 是咱们哪一个人给定的 他会把情绪发泄到 我们把资讯分享给他的人身上 这不有病吗 这脑子指定是有坑 那国家出政策了 你不闻不问 或者说你硬性对抗 你觉得你 胳膊拧得过大腿吗 但凡你对房子还有兴趣的 你得紧跟实施 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咱们下个视频见 咱们下个视频